要掐个地方了 看你了 哎你好 哦老师 今天我和大家说一个案例 就是一家公司 他们的办公室电脑 一个月以来一直都是平民断网 他们安装网络的是一家公司 然后卖电脑的又是另一家公司 这一个多月来 就是网络经常老是断 然后安装网络的那家公司 他就把那个锅推给了电线 他那个电脑就是有时嘛 你看像我们都用网卡嘛 就有网线 之前网线连络上不了网 然后再接了网 你现在你是插网线在上面呢 你现在插网线可以上网啊 对啊他有时又上不了 我们就插网卡上不了 到台电脑 然后电信小哥过来检测 然后给他们证明 他们的电信网络没有任何问题 后面还是一直灯网 就是他们也是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 实在没办法解决 于是他们就把那个问题指向了电脑 就说是电脑的问题 这下卖电脑的他就纳闷了 于是那个卖电脑的那家公司 让我去证明一下他们的电脑没有任何问题 一来到这边 爱骂肯定是少不了了 谁叫我还有一个职业 就是职业背黑锅 然后你这边有多少个这种路由 三个 三个 那我就知道什么问题 我过来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网络构架 他们的电信宽带是在一楼 然后他们一楼二楼三楼分别放了一个路由器 他们这么一秒数 我心里就有底了 因为他这边说一楼二楼三楼路由器的话 那么他们这办公室有三个路由器 那么他这个网络不是纯净的网络 什么叫纯净的网络 纯净的网络就是只有一个路由器分配IP地址 组成一个干净的局域网 我会说出现了好几个设备 有各自的不同的局域网 我们这边就是典型的多个路由 那么出现这种问题是经常见的 我这边有两种解决办法 办法一是除了拨号路由 其他的设备全部把DHCP关了 然后把那个网线从WAN口改叉为LAN口 这样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纯净的网络了 就是全部由那个拨号的那路由来分配IP地址 这样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纯净的局网了 但是我做了很久 我知道有一部分台子 它那DHCP是关不掉的 关掉了它也会从那个WAN口 然后分配给其他设备 导致其他设备没有网 所以这个方案的话 我就不用了 我这边就直接来一个简单粗暴的 就是给全部的电脑设为静态IP地址 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掉 它那个分配地址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的话 你要格外注意 你电脑使用的IP地址 你必须要进入邮里面 把这些IP地址画出那个DHCP时外 至于为什么 我这边回答回头 假如我这个静态的电脑地址是192.168.1.2 对吧 然后我早上过来上班 我首先第一天是我不可能是开电脑的 然后我就打开手机 连上没有关系 然后就发现一天不巧 我手机就获取到了192.168.1.2的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就被用了 等到我电脑一开机的时候 这个地址已经是被其他设备用了 所以这个电脑它也没办法上网 所以这点很重要 虽然说概率比较低一点 但是还是有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路由器里面 可以设置这个设备静态上网 这样就可以避免以上全部设备出现的问题了 今天就讲了这个案例 再变悟了 请要到了 将相互动 我大家按照 这么 Bas啊 预定